理解哲康, 人生有很多 难关你要加油 难度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丁之珍珠 在余山岛的时候 早上一大早起来 然后就看着日出 我觉得这就是最幸福的一个时光 因为我从小就生活 我的地方就不一样 我生活的地方全是认识的人 我自己很熟悉的人 一起生活 我从来没有过陌生人 一起生活过那么久 这就是我最想挑战 最想来的一个人 没有什么提前准备太多 因为收拾了一下我的行李 然后就来这 去玩了一下 玩了一天 交到了12个新的朋友 然后就我觉得很开心 没有 因为我还要学习很多东西 也参加这个东西的原因 就是我要给我的哥哥弟弟们 在他们身上我要有很多学习的东西 我们都是生活的地方就不一样 希望他们也从我的身上得到一些好的东西吧 我的身上的领域就是干活 搬装呀 鞠木头呀 然后就洗碗呀 都可以去帮助他们 我的生日 因为在海岛上我们13个人一起过的 然后就他们给了我一个惊喜 第一次给中文人都人都面前过生日 很感动 对 最大的变化就是 认识了很多朋友 也是我去了很多的城市 看了很多的美景 我工作的地方环境 工作的内容都不一样 没变化就是我爱马的这个事情 从小就起码 我觉得起码才是我的最开心的一件事 是一难 因为我觉得这一生说长也不长 说短也不短 藏语有一个那个谚语 说的是 你这一生可以有很多东西 你这一生可以有很多东西 房呀 车呀 还有你的后代 还有你的父母 你的亲戚朋友 但是你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只有你的意识 哪怕这个身体你带不走 也不算吧 因为我觉得我还要经历很多事情 我还要学习很多东西 当然想呀 每个人都要 都会想家 因为我 我差不多 两个月了吧 不回家 那这段时间就是 我们挖窗槽的时间 现在的话就 因为微信 也聊不了 因为他们在山上 然后我就 没有信号 然后就有点想念他们 四年前的自己 辛苦了 十年后的自己 人生有很多难关 你要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